我們剛剛是掃描 剛剛我們是掃描隨身碟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掃描一個固態硬碟的部分 剛剛我們是掃描隨身碟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掃描另外一個SSD固態硬碟的部分 我們這個已經被格式化刪除所有檔案了 我們現在看看它到底可以掃到什麼東西呢? 快速掃描就是一下子 快速掃描其實一下子就掃描完了 那接下來它就會進行高階掃描 就是把我們已經刪除檔案遺失的檔案 全部都把它抓回來 那通常 那這個要等多久呢?其實就是看理了 那這個部分要等多 那完整的高階掃描到底要等多久呢? 那就是看理了 那個硬碟的大小 還有你硬碟的速度 如果你很大的檔案 那高階掃描到底要等多久呢? 它其實就是要看你的硬碟的大小 如果好幾TP 那可能就要等好幾個小時 甚至好幾天 那如果像是 那如果像是這種小小的記憶卡 那可能讀的就可能比較快一點點 因為容量沒有這麼大 就是主要是看容量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就是我們剛剛格式化的檔案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40888個檔案了 那這邊就我們的資料夾這邊都建立的非常清楚 而且就是看起來是沒有什麼亂掉亂跑的狀態啦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邊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我們這邊的檔 我們稍微看一下我們這邊的檔案 我們稍微看一下我們這邊的檔案 其實它現在 已經少出了4萬多個檔案了 所以其實 嗯 該有的應該都有 我們原本完整的資料夾 被格式化之前的完整資料夾架架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多了一個什麼路徑遺失跟名稱遺失 它多了一個路徑遺失 它多了一個路徑遺失 跟名稱遺失 跟一個名稱遺失的資料夾 那我們類型看起來也就是都很完整 肉檔啊 照片的檔案啊 影片的檔案啊 都輕輕鬆鬆的就可以救回來 都可以輕輕鬆鬆 都可以輕輕鬆鬆就可以把它救回來 然後還可以預覽 我們這個右上角也有一個縮圖模式啊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來預覽一下 我們到底拍到了 我們右上角這邊也有一個縮圖的預覽模式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們到底所有的縮圖到底 我們長得怎麼樣子 這是現在的答案 OK What the fuck